2013年少数民族系列电影展 在24号下午由史前博物馆视听室开幕 现场除了欣赏云南白族电影《遥远的诺邓》之外 也安排了导演演员进行专业交流 我的主演的片子叫做《遥远的诺邓》 其实我不是少数民族,我是汉族 这个戏里面我扮演的是一名白族的姑娘 她是从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面知调的故事 那目前来到台东有接触到我们台东的少数民族吗? 有啊,今天去了那个鸾山的森林公园 很漂亮,我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可能在大城市里面住惯了 就很难感受到这么样的一种体会 就像我拍这部《遥远的诺邓》一样 我们这次来的是推广一个少数民族的电影 叫《云中的狼刺》 在里面我演的是五个仗子姑娘 叫《云草》 随着电影的视野 让观看的民众进入一个无限延伸的世界 感受到这些少数民族 为了保留文化资产 与迈向现代化的矛盾与冲击 体会到少数民族与故乡 以及养育自己草原的浓厚情感 我觉得它要传达的那个 意思就是要保护那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 哦,对,文化遗产 那我们部落里面你所看到我们有没有要保护的文化遗产 这里有 祖林屋 哦,不错哦 那从去年开始 我们跟中国少数民族的从业人员 就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合作 希望透过这个电影的角度 然后让台湾的民众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 或者自然景观 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喜爱看具有深度内容电影的朋友 可找个周末空闲时光 好好的欣赏少数民族系列电影 东台新闻杨国柱报导